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一台黑色轿车 24号行进屏东墾丁后弯路的过弯路段 眼看对象没有来车就跨越双黄线超车 没想到下一秒对象的车辆迎面而来 驾驶试图把方向盘往右偏 但还是撞到了同方向车辆 并且冲到对象的路边草丛 撞到路数才停下来 后方全程募集的乘客吓得精神尖叫 黑色轿车突然从左侧窜出使徒超车 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发生了 直接撞上前方绿色轿车 这么一撞肇事车辆整台冲向一旁草丛 被撞车辆则是晃啊晃 场面看起来相当惊险 不过驾驶赶紧稳住方向盘 最后在前方几公尺处把车停了下来 看到撞击瞬间后方用路人放声尖叫 由于强大撞击力道 黑色轿车保险杆整只掉落 多处毁损碎片散满地 现场相当凌乱 接下货爆后10万火急赶到现场 照射的黑色轿车驾驶和乘客 全身多处擦伤 幸好两人都没有大碍 都还能自行上救护车 速度大概在40到50多元 然后它的速度肯定是比我快 那corona还真衰啊 整起事件就发生在墾丁后弯路 24号下午5点多 黑色轿车在过弯处 眼看前方煤车跨越双黄线准备超车 结果对象车迎面而来 他只好往右闪避 才会导致事故发生 射警方也将针对黑色轿车驾驶 违规行为进行开单告发 但再看一次当时状况 碰得豪大一声看到这一幕 目击民众惊呆还鱼记犹存 但事后他也直呼绿色轿车 真的好碎啊 记得苏世伟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